國產車超標癌質坐落毒氣室 國內有汽車網日前發布健康汽車檢測報告 發電市場上 32 間品牌的國產車 44 款車型中 當中有 11 款車廂內的致癌物質 超出歐洲標準 其中這 8 款強致癌物的含量 足足超出而同可接觸的上限 25 倍 而另外這 3 款車 長安月牆、天津一氣威智及奇緒 A3 強致癌物的含量更強 如果人類經常接觸會增加較大的患癌風險 這樣說法 即是坐在車內都分分鐘有機會生癌症? 不過多間汽車企業則質疑報告誇大失實 還說不應該拿國外標準去衡量中國標準 說測試的是零部件 不一定是原廠貨